大家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八点整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内容吧 今天也是GoMarkets常规的一个周二金融小课堂 主要是聊一聊近期的一些事件之类的这一些 然后如果是具体操作的课程的话 一般是出现在星期四 各位也可以继续关注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聊的内容有两个 因为前两回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就时间太长啊 这一回就稍微压缩一下内容 首先第一个是聊第二季度的一个基本操作指南 怎么说呢 就具体的单个产品到底多少买进多少卖出 这些肯定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给出的 这也跟合规问题有关 主要是聊一聊一个经济的基本面 首先是回顾一下第一季度的一个状况 然后聊一聊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一个现状吧 然后再聊一聊接下来第二季度的一个展望 主要会涉及三个比较基本的产品 然后接下来第二大板块呢 是聊2021的技术趋势 主要有五个新的方向 其实这一块的内容啊 是来自艾森哲的一个报告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趣啊 可能是我怎么说呢 我对这些新鲜事物比较感兴趣吧 其实很多未来的一些高价值的成长股啊 或者说科技股这一些很有可能是来自这些新方向的 当然这里面不涉及具体的产品啊 但是大家可以根据的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内容去思考 会有什么样的潜在的可能性跟机遇 OK日常免责声明 除夕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 常规流程 我们go markets分析师或者外部发言人提供的信息 是基于我们独立的分析和个人的经验的 然后我们表达的观点呢和交易风格呢 也请代表我们个人不代表go markets的观点和立场 然后我们这次webner呢 请包含一般性的信息 因为没有考虑到您个人的目标财务状况还有需求 所以大家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啊 一定要考虑您自己的一个实际状况 您个人的目标财务状况还有需求 然后您可以考虑获取我们网站上的产品披露声明 还有金融服务指南 OK还是今晚的一个内容 首先做一个基本的公司的介绍 然后第二部分内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第二季度的操作指南 和经济基本面相关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技术趋势五大方向 OK其实很多客户可能对我们也比较熟悉了 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们go markets成立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是1998年就成立了 最近也经常有客户问我们就说啊 你们go markets的资质怎么样啊这些什么的 其实怎么说呢 大家应该也知道澳洲的金融监管还是比较严苛的 我们公司内部相关的一个监管的流程啊也是非常的严格 能在澳洲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运行了20多年 想必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吧 然后我们是持有澳洲的金融服务圈上牌照的 大家可以通过access可以查到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所我身后的呢 其实是go markets的中文部啊 那就是也是基于有很多我们的华人朋友嘛 在这边有一个金融市场上面的操作需求 但是有很多呃local的平台呢 就怎么说可能没有办法提供中文的服务吧 然后我们go markets呢 就是为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华人市场 呃专门打造了我们go markets中文部 我们是15年成立的 然后我们所涉及的产品呢 也很多包括澳洲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呃股指外汇黄金石油这些 除了这些我们平时涉及到这些产品之外啊 我们分析师个人呢 也会出具一些相关的一个报告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的话 也是可以获取到这些报告的内容的 做个小广告啊 我们近期是go markets跟切尔西俱乐部有一个合作的 呃我之前有聊过我个人是曼联球迷 所以这一面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兴趣或者说想要跟我多一些交流的朋友呢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OK然后接下来的内容是先讲第二季度的一个操作指南 经济基本面 这也是我近期看到的一些报告的一个总结 还有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吧 OK 首先是第一季度的基础市场变动啊 大家也大家有印象 应该是知道我们第一季度跟坐了锅三车子的 在二月中旬以前吧 都是全球都是很很猛烈的一个上涨态势 然后以二月中旬为为为分界吧 呃 也基本上是中国的春节之后的一段时间 就算是第一季度的一个分水岭 甚至是整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 出现了比较剧烈的一个波动 当然也也不是说一个到一个股灾的一个程度啊 就是确实是很多的个股 尤其是成长性那些成长性高的那些科技股 风险高的科技股 他们回调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呃 然后这一段时间呢 整体上可以这么判断 可以说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阶段 你不能说是进入了熊市啊 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呃 也确实是多次有过破位的一个情况 但他最后呢 也还是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 所以基本面上面的问题还是不大的 这跟我们之前遇到的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整个一个是经济是复苏的一个状况 所以基本面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在去年经济基本面其实不好的情况下 金融市场有过很高的一个上涨呃 所以这个过快的上涨呢 遇到的回调也是理所应邦的事情 像现在美国的几大股指就已经就是像纳斯达克是基本上回到了之前回调回调时的一个水平 然后到熊斯就更不用说了又创了新高跌都不怎么跌的 然后标普500也是一路走高 标普500是最代表美国一个大盘子状况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指数啊 呃 到熊斯的话呢 是更偏向工业这一块 更加是价值股这一块 然后纳斯达克的话主要是高科技成长股 高科技成长股 回调力度比较大嘛 所以到熊斯到现在也不好意思说错了 那个纳斯达克也还没有完全回到回调之前的一个水平 但也是很接近了 呃 首先是第一季度影响就是导致这些变动的几个主要因素啊 首先第一个主要因素是宏观的经济环境的一个变动 因为疫情走入后半段了 很多国家的一个经济政策是开始调整了的 当然有的是加码 有的是开始紧缩啊 比如说中国中国是率先开始去杠杆了 开始控制他们的一个呃贷款的规模的 呃 呃因为美中国的一个经济的恢复的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比较快速的 所以也比较有资本吧 率先开始控制这个杠杆 因为任由这个泡沫一路走下去啊 对于未来的透支还是太厉害了 像美国他们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财政赤字会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的程度 嗯 但是由于美国其实才算是刚刚进入疫情的后半场啊 虽然说他们因为疫苗的施打非常的快 所以他们可能走出来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他们在一个财政政策上面其实实际上是继续加码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拜登自己上台之后需要做政绩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考量啊 他推出先是1.9万亿 然后在接下来可能是3万亿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package 然后还有就是整体的一个状况 最近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第一季度吧 第一季度的整体一个状况呢 是实体的经济恢复是加速的 然后股市资金从高成长的板块向价值板块轮动 所以其实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啊 因为热钱需要从高科技的这些成长里面的一个高估值里面 流向实打实的从经济恢复里面 就是能够让业绩有所提升的这些传统的价值板块 还有另一方面呢 就是比如说经济恢复了嘛 可能会需要有大量的生产 或者说有大量的消费开始出现 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传统的价值股啊 或者说消费股这些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升 因为这些股票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其实被低估比较严重 包括波音波音我其实 做过几次网课也聊到过很多次 他们也是怎么说呢 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但是之前有过一波不合理的一个上涨啊 突然上窜到270 印象中是这个价格吧 270左右的一个价格 后来又再回落到240左右 240是我对他们的第一季度的一个合理的价值的 就是合理的价值区间的一个判断啊之后呢也是 怎么说呢 回复到这附近的一个价位吧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第一季度的大宗商品 涨得很猛啊 像石油啊铜啊这些 涨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主要也是因为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恢复需求端重新上来了 这导致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快速反弹 然后这些价格的一个啊 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上涨啊 也导致了就怎么说呢 经济真的是一个一个循环一个圆缺啊 大家如果有听我今天晚上的晚新闻的话 应该也知道了 就是由于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飞速上升 导致导致了中国第一季度的一个啊 进口额的一个怎么说呢 有个大量的一个攀升吧 这最终导致中国的贸易的顺差并不如预期的这么大 这也给今天的中国股市带来了一定的打击 本来今天早上中国A50一开始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中午这一段时间发布了一个贸易账之后啊 就是所谓贸易顺差这些具体的数字之后啊 就是有所回落的 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跟关联的 OK然后第二个呢是通胀预期的上升 这一点很关键啊 大家应该也有听说了 就近期大家都就很多金融机构啊 还有说金融的学者啊 都在聊的一个问题 通胀预期的上升 首先通胀上行呢 他直接抬升了一个国债民意收益率的一个伤行 然后这间接导致了企业估值的调整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你在给企业做定价的时候 你通常会把一个无风险收益率给考虑进去 比如是说你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部分 才被认可为啊 这个叫股票应该为你带来的一个风险部分的一个回报 如果啊国债的收益率上升 尤其是十年期的国债 十年期国债基本上是市场上比较认可的一个无风险收益率 你一个公司赚钱 他带来的一个回报率啊 他起码得要超过无风险收益率 对于投资人来说 他才是赚钱的 那你想啊 那个无风险收益率抬上去 那他们对于公司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收益率 他是不是也得要上也得要提高 这会导致公司的一个营收啊 必须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如果做不到 那么市场对于他的一个定价就会重新调整 做不到的话 那就会被调低 这也是导致了一个股市 呃怎么说呢 一些股价下降的一个原因吧 还有就是通胀预期上行啊 市场开始担心央行会提前结束QE 然后并且着手去去杠杆 像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因为率先走出了一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吧 就开始有一个信贷紧缩的一个信号出现 这也导致了中国的A50就后期的一个走势并不是很好 然后如果去杠杆的话呢 市场的利率是会上升的 市场利率上升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信贷紧缩的一个表现 这也是近期股市高位大幅震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啊 就会导致股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起落 还有就是通胀预期同样是会推升资产的价格的上涨了 呃这个是我刚刚提到了那个逻辑了 就强烈的通胀预期会使得投资人对于投资标例产生更高的一个需求 从而推升价资产价格的上涨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资产价格上升本身呢 也会导致通胀预期被动式的进一步提高 从而进入一个死循环 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通胀预期上升了 大家对于一个回报率的需求也就上升了 然后回报率上升 那就怎么说呢 大家为能够带来这一回报率的这个资产的需求也会增加 然后大家都去买这一种资产之后呢 也会导致这一种资产继续上升 然后这一资产的上升又被看为本身被作为呃被认作是通胀的其中一种表现 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不断的一个上升 螺旋上升 OK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是投资标的的一个调整 由于非理性投机情绪的 首先是非理性投机情绪的高涨 疫情发生后啊 在极度宽松的条件下呢 呃高风险资产收益率极高 大量的风险资产在缺乏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大涨 随着疫情进入的后半段 呃实体经济的恢复啊 呃这怎么说呢 这就是这一方面我刚提到的热钱 也在这里也可以说是投资的热情吧 就重新回到了一个生产的环节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大家也知道热就是热炒过去肯定是 有一个回调 大家也就很多人也有提到过吧 就是各个金融博主啊 或者说我们的分析师啊都有提到过 这个其实是比较健康的一个 一个 这么说呢 一个比较健康的回调吧 然后还有就是高杠杆 期限错配 以及程序化交易导致的踩踏效应的加剧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这个词啊 踩踏效应 就是由大家也知道嘛 在这个极度宽松的一个条件下 就是便宜的钱不用白不用啊 就这么一个程度就这么一个情况下 导致融资的成本非常的低 然后这也让一些机构的风险 场口不断的增大 然后一旦市场出现剧烈的波动呢 一些使用程序交易的基金 像一些对冲基金 比如说啊 某一只股票 他回调了5% 他们就认为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程度了 然后他就会自动执行一个风控程序 从而抛售 然后这个抛售呢 本身又导致了这个价格进一步下跌 然后还有大量的在使用高杠杆的一些机构 他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风险场口 或者说一个下跌的幅度吧 他们又被迫去交纳保证金 如果手头的现金不足 保证金交不上来 像Archicos前段时间爆仓的Archicos 他们就被迫再继续抛售手头的一个股票 就导致了股票再进一步的一个下跌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踩踏效应 大家也经常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上涨的时候呢 通常是比较缓慢的 除非有巨大的一个基本面的消息了 然后但是下跌的时候呢 通常是恐慌性的 就是下跌的速度啊 和幅度往往会更快 更猛烈 这个其实也符合啊 怎么说呢 行为经济学上面发现的一个规律吧 人们在获得怎么说呢 在 在 怎么说 正向回报 到这一个向线里面了 通常是呃风险厌恶的 也就是说大家经常提到的落袋为安 大家经常做交易的时候也有这个就有这种情况吧 就是赚到的钱想把它先收回来 万一它下跌了呢 最起码我这笔钱我已经赚到了嘛 对吧 这也是很符合人之常情的一个条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下跌的时候 就是你处在一个浮亏的一个情况下 你可能经常会想着哎 再扛一会 说不定他又在 呃 又在怎么说呢 他又再涨回来了 或者说你做空的时候 你可能又觉得他又再跌回来了 这种情况在呃 行为经济学上面呢 也是有被发现到的 就是人们在在损失已经发生的时候啊 通常通常是呃 更加的激进和风险喜好的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克服的一个交易心理上面的 一个问题啊 然后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监管机构的政策的变动啊 影响了呃 投资者的一个交易成本 可能这一点大家比较没太注意到啊 一个是比如说香港之前股市印花税的提高 还有就是美国SLR豁免政策到期 美国SLR豁免政策到期这个事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呃 但是这个牵扯的内容比较多 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讲了 呃 本就怎么说呢 总结起来就是说这会导致压制了很多 怎么说呢 很多交易机构的一个风险敞口吧 呃 让融资的成本是有所提升的 呃 然后这就导致了流入金融市场的热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也这有时也因此就打压了压制了过热的一个市场吧 然后这是第一季度的一个怎么说呢 导致市场一个上窜下跳的一些主要原因 有三大主要原因 然后这三大主要原因下面呢 有多个子项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算是一个梳理吧 然后是现在的一个现状啊 就是出现了分化与背离是目前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有必要去关注的一个现状 首先来具体讲一下啊 到底是什么个分化与背离法 哎不好意思 我这个普通话真的是老是舌头大姐 呃 首先是现在的一个生产的恢复速度啊 是快于消费的一个增长 或者说恢复速度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一幅图 这个是从中国银行研究院的啊 拿到的一个图啊 呃 你们看最下面的这一排生产指数 呃 他们是怎么说呢 是已经回到了一个比较景气的一个水平 比较正常一个区间了 基本上是回到了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但是服务业和消费呢 还是低于之前的一个情况的 看能不能找到一只笔给大家画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 似乎画不出来啊 对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生产指数 他基本上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一个水平了 但是看这一个呃 这一个呃 服务业和消费指数呢 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还存在这么大的一个gap 其他也是啊 贸易指数这一些 还有风险缓释指数这一些 都是还存在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gap 所以说呢 从其从一些数据上面 也是可以从侧面印印证这个现象的 就是主要经济体的一个PMI 已经重回了景气区间 在大概在50 52.3 或者说55左右 呃 但是像航空客座率 还有全球餐馆就餐的人数 这些消费数据呢 都仍然还低于19年同期的一个水平 因为很多当时的发达国家 在三就一第一季度的时候 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一个 呃 怎么说疫情的一个状态 他们主要是从二三月份 就第二季度之后才进入嘛 像我们澳洲也是这种情况 然后这些这一个小这一种啊 生产与啊消费恢复速度不匹配的一个情况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下一季度的财报表现啊 肯定会不及预期 这也会使得股价承压 因为他怎么说呢 呃 消费不及预期的话 企业的一个营收可能增长是不足的 OK 然后下一个内容 分化 呃 呃 第二个分化与背离呢 就是区域分化 就不同的区域和国家 他们恢复的速度是不匹配的 呃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目前恢复的最快的中国啊 可以成为疫情后很多呃 国家市场走势的一个参照 就是一旦信贷紧缩出现 就是一个一个国家 他完全走出了疫情的影响 然后开始控制 开始去杠杆了 那么他的股市会怎么个走法呢 大家可以参照中国的一个情况 很有可能会呃 会出现像中国的A50那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啊 呃 大家看中国的一个恢复的速度遥遥领先 呃 所以说呢 会是以后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参照吧 然后还有就是近期美国经济复苏是加快的 一个是疫苗的施打的一个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拜登的一些呃 啊怎么说经济刺激财政刺激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美国本身啊 就是一个能够吸引全世界热情流入啊 热钱流入的一个主要的市场 这也导致了美国的一个恢复速度极快 还有就是政策逐渐走出了之前 啊去年年底就是大选所带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也不能说动荡吧 就是一个不安定 呃就是这些一切事情稳定之后呢 重回正轨 呃美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的一个走势就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欧元区一个疫情的反复啊 他们恢复是受阻的 欧元区最近也是比较也就是比较倒霉 已经反反复复 还有像英国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就是日本近期的一个疫情加重 然后核心经济区域进入了一些紧急状态 像大阪东京经济圈 这些都是目前状况不太乐观的 日本也是我们接下来值得着重关注的一个经济区域啊 像他们接下来首先是东京奥运会可能不顺利了 然后还有就是菅义伟一个任期的一个问题 这些都是日本当下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英国的疫苗普及 虽然说近期有受阻 但是在之后呢 还是有可能出现比较强势的反弹的 血栓的问题如果能够合适的处理 当然我们澳洲已经因此而怎么说呢 对于疫苗的施打出现了严重的阻碍了 然后英国的话虽然还在继续普及 但是还在观察后续的一个影响吧 如果事情越来越好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 像今天出现的英国的第一季度的一个恢复 虽然不算好 但也算是稳中有进吧 也开始慢慢的一个恢复了 我近期自己做的一个棒美的一个货币队的一个操作 也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涨幅的这两天 然后还有就是中东以及北非受油价的一个反弹的带动 经济是出现了恢复性的一个增长的 当然这个市场呢比较小 我们就先不聊了 然后聊下一个季度的一个问题 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第二季度金融市场 大概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就基于当下的一个情况啊 有这么急 我主要针对三个市场聊一聊吧 首先是外汇市场 全球的外汇市场可能会开始调整 一些新兴经济体 他们的汇率可能会比较的震荡 聊外汇呢 肯定是要聊美元的了 美元走势第二季度将会成为经济复苏和疫情控制的一个关键阶段 美国相对欧元区的恢复比较强劲 这对于美元的走势形成支撑 为什么要专独单独聊欧元呢 因为美元和欧元是目前世界上流通比较大的两大货币 所以聊怎么说呢 这两大货币对于其他的一些非美货币对吧 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基于美国超发的一个考虑啊 他的上行动力还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长期来讲美元还是有走弱的 的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基本的经济逻辑在的 所以近期在这两个 这两个逻辑的一个叠加下 他们近期大概率就第二季度吧 大概率是会处在一个高位大幅震荡的一个程度的一个的一个情况 基本的一个走势 然后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是疫情的恢复不及预期的新兴市场 大概率会经历一些资本外流 还有汇率震荡 然后非美货币对如果避险情绪继续升温的话 日元是有可能出现反弹的 由于前期大宗商品的一个上涨速度过快的一个原因啊 有回落调整的可能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像我们的澳洲来说 汇率是存在一个冲高回调的一个可能性 这主要还是要看大宗商品的一个走势 目前来说大宗商品还是比较强势的 因为供需端的一个不平衡那个原因 还有就是近期国际贸易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原因受阻 然后第二个聊股票市场 近期上整体上的股票市场也是从经济复苏和宽松的货币环境中受益的 这是整体上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通胀预期以及基础利率上行 也就是我近期晚新闻不断强调的一个通胀率 还有就是国债收益率 这两大数据会有股市会对着股市有极强的影响力 然后具体的逻辑 我也在晚新闻还有之前的网课已经聊到过很多遍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 然后这里聊两个点 一个是经济复苏下的企业的应运状况向好 财务表现会有所改善 现在也怎么说呢 第二季度 这个月吧 会有很多 会有很多财报出来 主要是上一个季度的季度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 基本面呢 相较2020年肯定是健康的 但是因为去年的涨幅实在是太大了 速度也太快了 上行的空间还是比较有限的 一旦企业的营收不足预期 估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落的可能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你手头持仓的一些资产 如果会 短期之内会出财报的话 大家可以进一步关注一下 如果看的 不是很看得懂 也没有关系 可以跟我们的分析师联系 我们可以帮你去看 然后还有就是无风险收益率 就是说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 一个抬升将会加剧板块轮动 高估值的科技板块 在这一季度呢 大概率是会继续承压的 还是那些 价值股会比较有优势 在这一季度 然后 然后第三个是大宗商品上面的一个市场 目前大宗商品的商品的 怎么说呢 它商品属性在价格表现中是逐渐回归的 在之前呢 更多的是一个受金融市场整体上行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但实际上大宗商品的很多需求端跟供给端都没有恢复 他们价格不应该走是这么的强 然后但是到了 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以来 尤其是第二季度吧 由于各国开始逐渐摆脱疫情的一个影响生产 开始恢复 这些大宗商品的商品属性本身 也就是说供需关系啊 所所影响的一个价格的走向啊 会越来越重要 然后风险资产的属性呢会逐渐消弱 缺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讲的嗓子有点干我喝口水 然后随着疫情的一个控制 经济复苏对于需求的一个影响会成为价格总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然后主要聊一聊原油啊 首先是OPEC加的一个减产的计划超预期了 供给端是持续紧缩的 然后还有原油的库存是大幅度降低的 然后原油的上行阻力呢是相对减小 这两个原因啊都给原油带来一定继续上行的可能性啊 这是可能性 还有就是新一轮的财政刺激的政策落地 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提振市场风险偏好 原油继续有一个上行的一个动力 但是因为实际上近期的一个情况又多了起来 又更复杂了 我这边没有展开讲 但是我们最近期gold market是有 一个原油相关的一个报告的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我们的微信小助手 或者说直接跟我联系 我可以发送给大家 那前提一定是我们的客户啊 然后现在就是第二大板块的内容了 这个其实主要是来自爱森哲的一个报告 他们最近出了一个技术展望2021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里面的内容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 我对高科技就怎么说呢 企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吧 还是大家怎么说呢 耳熟能详的那个词技术发展 依然是从各个领域各个方向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他们其实爱森哲做一个这个报告啊 已经有三年了 他们就是讲这个技术趋势的一个报告 做了三年了 他们19年的时候是讲DARQ的力量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说DATA AI这些的一个发展这个行业 然后他们讲的也很也很对啊 就过去这三年 大家也看到大数据领域 然后AI领域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2019年的时候 我先讲19年啊 19年什么叫懂我经济 也就是说大数据推送 就是人工智能计算 根据算法能够掌握大家的一个兴趣爱好 像DATA那个叫什么 字节跳动 他们做的头条 就头条系的一些推送的一个服务啊 也是根据这个来的 什么超级员工啊 生态安全共同体 这些我就不展开说了 然后20年的时候呢 他们主要聊的是 人工智能 还是智能产品 这些机器人总动员 这些这些内容 也是来源于当19年的一个判断 DARQ的一个力量 这个其实这些还在继续的一个发展 然后到了我们今年21年呢 他们给出了新的五大重要的一个方向 一个是未来框架 镜像世界 技术普及 无界工作 还有多方信任 这些大家只听这个词 可能不是很听的明白 我们接下来可以展开的详细聊一聊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细细品味的 大家如果对这一份报告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系 我可以发送给各位 首先是2021年趋势的一个概要 他在这边详细讲了一个未来架构 然后所谓的还有镜像世界 技术普及 五界工作 多方信任 这五大趋势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 首先什么是未来架构呢 他在这里面讲的其实是这些东西的一个作用 这个并不是对于他的一个解释 我大概会讲开来解释这五大趋势 首先是在新时代背景下 面向未来的一个企业架构将会是企业达到竞争力 激发业务活力的关键一环 但会解释什么原因 这样好了 我一个一个来讲吧 首先讲未来架构 未来架构呢 就是对于整体技术债的一个选择 怎么说呢 就技术债 首先我来解释这个词 一般来说是说将N种技术互相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实现某种目的或者功能的一个这么一个名词吧 然后所谓技术债的选择 比如说一家公司 他以后要做一个推送服务 那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平台呢 他可能会结合人工智能 可能会结合云计算 可能会结合一些终端的智能设备 作为他的一个推送终端 就是这一些的选择啊 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决定公司的一个业务的发展方向 或者说他们业务流程的一个操作方向 所以举一个例子 像阿迪达斯他跟FIFA合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FIFA FIFA是 我这里指的是FIFA游戏啊 不是国际足联 有一个做足球游戏的一个 FIFA是美国的EA公司的 FIFA这个游戏 他们跟FIFA游戏 有一个合作 阿迪达斯呢 做出了一个智能鞋垫 如果人在现实中 做出了一个相应的动作 那么呢 那么你在FIFA的游戏里面 可以同步解锁相应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一个技术 他所涉及到的智能穿戴设备 然后还有合作的一个合作方 还有就是他的数据收集的一个方式 然后传送最后实现的一个方式 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决定了他这一类 或者说这一项产品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技术走向 算是奠定了一个基调 也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艾森则说 未来架构会非常的 对于企业的一个发展 会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是镜像世界 其实是数字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啊 叫Digital Twin 数字的孪生 这个很像我们古时候打仗的一个沙盘推演 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一个公司啊 他在对目前的一个他所处的一个情况 可以通过大数据 AI还有算法之类的 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技术手段 能够模拟他现在的一个情况 然后做出一个 怎么说 一个虚拟的模拟他当下情况的一个平台 然后以此在这上面来推演为未来的一个发展 做出一个决策 比如说新加坡他就通过大数据 还有AI做了一个虚拟新加坡 用于模拟一个城市的一个状况 他在这一个城市状况 就是他在这一个平台上面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某一条街道 我是否需要优化 我优化了之后会需要多长的时间 我在优化的这段期间会涉及到哪些资源 他可以通过这一个智能的平台 来完整的模拟一遍这个流程 到时候他在运用的时候 就做起来的时候 可以少走弯路 可以做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针 这样子在他具体实行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个东西呢 也逐渐落地到了每一个企业当中 以后这一个Digital Twins 就不需要每一个公司自己去做了 会有专门的这一个服务 做这一项服务的一个公司 来帮助企业 模拟你目前的一个状况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推APX这一个公司的原因 因为毕竟是做数据的吧 虽然他只能够做一个数据标记 还有一个做一个数据壶 做主要做这一些东西 具体的我也不展开讲了 大家可以翻我之前APX那一节的网课 去了解这一家公司 虽然他只是这一个环节里面的一个 就这一个整个产业里面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我认为他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 只要APX这个公司能够顺利的活下来 他还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还有第三个呢 是技术普重 这个其实也是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了 就是现在怎么说呢 技术的门槛也相对的降低了 不是说技术它本身不难了 而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方式 让大家通过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 这件事情成为了可能 比如说OpenAI它提出了第三代的一个深度学习语言 GPT3 这个语言呢 可以让普通的没有任何计算机背景的人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做出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小程序 或者说一个智能的 智能的一个软件吧 来够来能够帮助他实现更快的速度 来完成他平时的一些工作 那这一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他能够弥补技能的差距 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去雇佣一个工作人员 他可能不需要说一定要在技术上面 有极高极高的一个造诣 他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完成一些basic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工作 但是你可以要求他继续有更深的一个 其他专业上面的一个能力 这也就是可以让以后专门做某一项业务的公司 不需要配备太多的其他的技术人员了 这个其实是你要仔细去想的话 这个其实是能够帮助很多公司控制 非常多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实现手段 而且他能够激活一个基层的转型 比如说你做一个会计的 你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技术手段 让很多的其他事情成为了可能之后 你让你们公司的其他业务 也以一个会计的方式来实现 这样子你就怎么说呢 公司在某一些领域可能会做得更加的得心应手 更加的合适 以后的发展可能也更快 还有就是跨部门跨专业的一个创新 这也是比较思路清奇的一个点 比如说我是做金融的 我对技术这方面不理解 但是如果我以后能够通过简单的一个计算机语言 就可以实现某一些功能之后 我可能可以快速的响应到公司的其他发展里面 我可以快速的帮助公司计算某一个产品 他上市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状况 或者说他这个产品的本身 他所面对的一个客户群体之类的这些 就根据我这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内容 反馈到技术本身去 这个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 OK这是第三个领域 然后第四个呢是无界工作 其实我没有翻回去 无界工作大家这个也是字面意思理解 就大家也知道就疫情期间 受疫情的影响 多少人是在家里来进行工作的 可以说疫情是完全开创了一个新的 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是新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模式 大家发现你在City CBD租一个昂贵的办公室可能并不是那么necessary了 就不应说所有人都非得坐在一个地方才能够完成一些工作 你平时的很多工作可能可以在家里完成 你只需要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需要与你的团队沟通的时候 或者说需要开会的时候需要面对面来交流的时候 你再到办公室去就行了 这也能够节省公司的很多的一个资源 那么这一个趋势的变化能够带来多少多少的相关的可能性呢 比如说云计算数字写作工具 生产力管理工具 远程监控技术等等等等 这些所带来的相关的一个消费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领域里面 到底有多少有可能性的一个公司 像长得走得很厉害的Southforce 对吧 它是一个线上 它也是从云端开发出来的一个做 做线上算是生产力管理工具的这一块 还有说数字协作工具这一块的一个平台吧 还有像TeamViewer 这也是近期 怎么说呢 声量很大的一家公司 我们很多客户可能也跟我们有运用过这一个产品 用TeamViewer来帮助你做一个远程的协作 像我个人的话 如果我出差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通过我自己的一个Laptop 然后使用TeamViewer来操控我在公司的一个电脑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文件 因为监管的需求是没有办法copy走的 只能够留在公司的电脑里的 然后这些的一个技术 会导致相关的无界工作所带来的相关的消费 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增长的可能 然后最后一个是多方信任 这个其实是一个协作的一个问题 像西班牙银行 他们也是做了一个数字 怎么说呢 数据平台 然后他们跟谷歌有了一个合作 做了一个Google Pay 还有像高盛 他们很久之前 两年前吧 就跟Apple合作 做了一个Apple Card 这些也是跨领域合作所带来的一个可能性 有一些公司 他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公司 他们在互相合作的期间 有一些信任上的问题 流程上面的问题 是很难白纸黑字的通过 合同来能够完整的规避一些潜在的问题的 那么这时候 一个多方系统就会非常的一个重要 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东西 因为十分的复杂 也涉及到的内容也很广 我这里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 怎么说呢 整体来说就是 他所涉及到的内容 跟前段时间非常hit的一些概念 区块链 分布式记账 这些还有标记化技术 其实 Token 现在这些技术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相关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一些内容背后的一个公司 他们在长期来讲 有非常大的一个舞台和可能性 当你想清楚了 我刚刚就爱生哲这五个 这个报告里面给出的 这五个领域之后 你思考清楚了之后 你其实能够就能够在脑子里面 列出一系列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投资标的 然后你再根据这一些公司 他现目前的一个状况 去看一下他的财务报表 然后他增长的一个情况 他股东的架构等等等等 看一下他的竞争对手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判断出 我应该怎么去投 去投哪一些公司 我对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周期 应该设定在多长 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概念了 OK 这也就是 现在也8点48了 今天晚上的内容又讲了50分钟 还想说今天能够30分钟尽快结束的 OK 如果大家对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报告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我索要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 我们中文部的一个客户的一个特色服务 短信提示 读家的中文分析报告 我们前段时间出了一大批的一个报告 就是大概上周吧 出了一系列的 报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找我们要一下 OK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就感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